全球各大城市皆有人口老化的现象 在日本更是以独居老人死亡的状态 新创了一个名词孤独死 台南青壮年人口外移严重 有些区域甚至65岁以上人口 占全区将近25% 老人人口这么多 年轻人都出国去打拼 村的老人独居在家 都需要我们社会教来多方关注 这个紧急救援系统只有6千元 是政府特征 但是资费有82的人 今天资费1万元 82的人也82万而已 这次不是说钱的多少 这种的东西我看起来应该是辅助性 他不可以做主力 因为他不是人 他是一个警示系统 台南市议员唐碧儿表示 在人口急速老化的情况 是否该针对老年人口做福利规划 拿紧急救援系统来说 该全数老年人口均做全额补助 紧急时刻第一时间救援 让孤独死在台南不再发生 辅合申请公费标准的 他的门槛非常的高 所以很难申请到公费 所以当然你自费的人就必须要增加 我们社会局应该就把市政府 全部公费来补助 类似台北市这样 包括紧急救援的系统 还有包括这个火警的这个系统 市长赖清德指出 针对老年人口照顾台南绩效优良 关怀据点覆盖率高达五成以上 平均每两个里之间就有个关怀中心 并配有大量社工帮助 而唐医员再次强调老人危急时刻 需要更有效直接的救援 很多人老人家想要去申请 但是他不符合这个资格 不符合这个条件 但是他很需要 我觉得市政府应该把这个申请的门槛要下降 而且要全部公费 充分的来教育选民 来指导选民说 来指导我们这些老人家说 这些机器对我们的身体 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唐医员示意 有些老人会担心救援系统 造成电线走火的危机 这部分需要社会局强力宣导 并且恳请市府放宽申请限制 让资深市民们得以安全地享受 台南的安养生活 记者王岐勋台南报道 Monthly 齐木 齐木 和 齐木 氐木